那有个听众朋友们给我们留言了 他自己本身呢 住在我们的华人地区家喻户少 他就住在我们的这个Temple City 那他自己本身呢 觉得好奇怪 他自己是个孕妇哦 那因为是新移民的关系 然后自己呢 又语言不太通哦 他现在走在路上呢 发现他的隔壁邻居 有歧视他的动作 对着他吐口水 或者是呢 他在讲话的时候呢 就是遛狗的时候 因为他平常不太跟人家讲话嘛 语言的关系 所以他在遛狗的时候呢 别人会特别跟他这个 恶意的这个对待 或者甚至跟他比中指啊 这种侮辱他的这个动作 那他觉得很害怕很紧张 更何况他现在是怀孕的这个状况 特别的这个敏感哦 所以他发现这些事情 好几天睡不着觉哦 所以他想知道说 现在我们在这个全美国 都有这个反仇恨犯罪的这个动作 那我们的这些新移民 如果是因为语文不通的话 可以去哪里求助呢 那这种反仇恨犯罪的这个情况呢 现在我们的这个政府 为我们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哦 那我们的这个 夸小天使非常厉害哦 找了这个官方说法 特别找到我们的这个 天埔市的这个警局哦 而且呢 他找到的还不是这个普通的警察 还为我们找到的是 我们这附近的这个大总管哦 是我们天埔市的警局的局长 来帮我们做回答哦 关于我们这很多亚洲人 如果在我们的华人社区 遇到这种情况很紧张 应该要怎么办呢 谁能够帮助我们呢 我们来听听看局长怎么说 我的名字是 Mark Reyes 母的随stop业 has policies in place to address hate crimes and hate incidents recently Sheriff Villanueva held a hate crimes summit to address the issue in addition he held a press conference with religious leaders and community stakeholders to publicly denounce Asian hate crimes 太好了 因为这是我们请到 我们的这个警局里面的警长 这个他的管区非常大 像刚刚讲的 Rosney, Duarte, Arcadia 整个巴萨迪娜的这一区 包括这个Sauceau, Monty 都是归他管的 那他刚刚的这个自我介绍 因为他是全部讲英文 那也非常的贴心 因为知道我们的这个 1300电台跟华语电视的观众朋友们 都是讲这个中文的 所以他特别呢 指派了一个这个洛杉矶陷阱局的 这个Maria Del Rey分局的 这个Aaron Liu 我们的刘警官 来帮我们做一下翻译 刘警官你好,麻烦你了 你好,你好 那刚才这个警长讲了 你可不可以简短的 用这个几秒钟来帮我们 这个做一下 简单的用中文的解释 对,我们的这个天普市局长 Mark Reyes的 他基本上就是跟大家讲一下 我们天普市局的所覆盖的范围 包括天普啊 Saint Gabriel啊 El Monte啊 Rosemia这些地方 也包括Arcadia和Maria的一些 中文基线所管辖的地方 那我们的局长 Alex Villanova呢 就是从这个仇恨 种族亚裔群体 这个案件发生的时候呢 他就已经展开了这个媒体的见面会啊 和群众的领袖啊 和这些宗教的领袖啊 这些从这个亚裔群体中 出来的这些领袖呢 做了见面会 而且呢 他非常的重视这些犯罪活动 而且非常的 你可以看到在电视上 他经常的就是呼吁 这个我们的洛然基检察官呢 去prosecute 去定罪 所以他是个非常积极的 支持亚裔群体的 这些仇恨犯罪的 而且他保证 如果您给我们报案 我们一定将罪犯神之以法 他做了这个保证的 哇真的太棒了 因为很多人可能是信一鸣 他不晓得说 自己遇到这种仇恨犯罪 被人家霸凌了 被人家欺负了 被人家伤害了 不知道怎么样报案 那像这个情况呢 我知道我们警长 因为他有跟我们留言 他直接把这个答案给我们 所以我们一块来听一下 如果我们自己已经觉得 自己受到这种仇恨犯罪 种族歧视又或者是 已经被别人欺负了 整个报案程序 应该怎么处理呢 听听看我们警长怎么说 天普市这个警局的电话可以直接打哦 因为有时候不是生命危机啊 那那个911你不要随便拨去 如果不是马上立即要人救助的 你可以打天普市警局的电话 因为他管区这么大这么多 而且他主要的管区里面都是我们的华人哦 所以这只电话大家应该记下来哦 这个天普市警局的电话是 626-285-7171 626-285-7171哦 你和你有什么视频哦 这个人来猜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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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 感谢观看